What's up dog 聊一聊 费祥 崔健 和斗维 这三个人 有什么特殊关系 内幕真相 费祥 头一个 也第二个 最早是张明敏 后来是罗文什么的 然后费祥 在春节晚会 冬天里的一把火 非常的火 其实呢 费祥唱的那些歌 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他并没有 量身定做 或者手唱那首歌 他都是翻唱 但是呢 唱确实不错 因为他散音条件非常好 其实呢 费祥也带来了 很多的其他的信息 像我 最早知道崔健 就是从费祥 那里知道 怎么知道呢 不是说这俩有什么特殊关系 其实呢 就是说当时呢 经常有一些采访 说这个 采访费祥的时候 就说 你对中国的这个音乐 流行音乐怎么看 你最欣赏哪个歌手 或者什么的 我最喜欢那个崔健 当时呢 我一看崔健是谁 根本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原来有首歌叫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是崔健的一个代表作 其实呢 从我 我听这个一无所有 是从这个电台里面 听啊 有一个每周一歌的节目 每星期 播一首歌 一直每天播 然后还加上一些解说 最早的 我不知道 为什么啊 但是呢 就是也许当时这个崔健受这个管制啊 没有不能把这个他的这个原唱 那个放在这个公共的这个public radio 这种公共电台 再播出 所以说呢 我们听到的第一个版本啊 这个崔健的一无所有 是谁唱的 是个叫松国庆的啊 不是蔡国庆啊 松国庆 这个松国庆唱啊 松国庆呢 就是一个秃子 是一个秃子 但是唱的也确实不错啊 我并不觉得他的演唱 跟那个比崔健有什么逊色啊 各有特色啊 各有特色 崔健的更淳朴一点 松国庆的演唱呢 更怎么说的 不好讲啊 就是说演绎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啊 崔健啊 这么讲 崔健的乡土气息 更多一些啊 所以说呢 这是我最早了解的这个崔健啊 是从费祥这里 后来呢 这个费祥八百年之后呢 离开了这个中国啊 就去这个美国的白老会 后来他好像又回来了一次啊 回来一次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 两千年左右吧 也许是 也就回来了一次 哎呦 好像出了一转机 又有些人采访他啊 当时又有些人采访他 他就说 哎 你现在对于现在那个 你中国的流行音乐怎么看 你最欣赏哪位歌手 哎 这次费祥 这次费祥说 我最欣赏的歌手 是谁呢 是窦伟 哎呦 我最欣赏的歌手 我最欣赏的歌手 我最欣赏的歌手